我们都说水火无情 台湾才刚饱受淹水之苦 今天彰化又发生了严重的大火 地点是在彰化的北斗地区 时间是上午的6点钟左右 这是两栋连在一起的透天措 起火之后烧毁了一楼的店面 还有二楼以上竟然隔成了多达32间的小套房 加上顶楼加盖是全部复制一具 住在里面的有一些是台湾民众 也有一些是外籍移工 此季志工到现场关怀的时候 才发现有一些低收入户住在这里 也有单亲母女相依为命 都将展开后续关怀 火势迅速延烧 还不断发出爆炸声响 住在隔壁的外籍移工陆续逃出 一下子联动民宅就陷入火海 为在彰化北斗中山路的机车行老板 将四层楼透天措隔间出租 7月30号清晨6点多突然发生火灾 这对逃出火场的单亲母女 原本就生活困苦 如今连机车也被烧毁 将来住处也成问题 四季志工来到现场关怀了解需求 至赠慰问金 逃出一对母女虽然平安 但是全部的家当租屋的地方 他们全部都被烧毁了 然后身无分纹 所以我们赶快也再另外关怀 这一对母女 火灾造成三人罹难 其中住在一楼的严姓男子 单身未婚 后事将由大嫂协助 这场大火烧毁两栋民宅 三条宝贵生命 数十部机车全毁 其果原因由检警深入调查中 大爱新闻郭继宗 黄玉谦 张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